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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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走过夜晚 連星星都沉默的夜晚 重降彼岸 连时间都聚不少的彼岸 天旋地转 一转眼走了那么远 世界不会停下来等你 很多东西都在变 需要慢慢的习惯 要放到好的一面 没有那么多时间 拒绝伤感 这一夜翻篇 敢去下一站 很多东西都渐远 我要学会看淡 从头再来又很难 没有那么多时间 停止哀怨 我要重活一遍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湯姑娘 知道多长大了 听话了 不说了 爸就不说了 我希望呢 我希望你能考个好大学 放假了 就到云南来玩 那儿风景很好 爸 我还要上课 我先走了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姐 姐 稍喝点啊 小辉跟你说过我们家的事吗 讲我一点没讲那么多 那我给你讲点 那年我十四 上初二 我爸妈都在化工厂嘛 然后我们在化工厂子弟学校 我们宿舍什么都在一起 然后有一天 下午 我正在上体育课 我们在操场正玩 突然听见 那一声巨响 所有人都看天 以为打雷 放了学 我回家 一进家属院就看着有叔叔阿姨哭 我就愣了 到我们家门口 站着好几个叔叔阿姨 工会的李叔叔 一下就把我抱住了 说彩虹 出事故了 你爸妈都在里头 我一听这个 我一下想起我弟了 我说李叔叔 那我就得去接我弟 因为 平常是我爸接我弟 到我弟学校门口 所有同学都走了 我第一个人 背个大书包 站在学校门口 老爷一看我 说姐 你怎么来了 爸呢 我拉着他的手 就回家 画工程 出事故 没有遗体 全是照片 找几十个大照片 在那灵堂里头 一圈 家属都在 自己家人的照片底下 我跟我弟 在我爸我妈照片底下 一体告别结束了 李叔叔就跟我说 说彩虹 你把你妈 抚习金加起来 八万多块 太小了 不能给你看 打到哪 我说我已经长大了 你放心 我不会浪费一分钱 那个时候我就想好 我必须为我弟弟活 我爸妈都不在了 十九岁 我就拿我爸我妈这扶婿金 开了第一家店 我二十岁左右吧 就开始有男孩子开始追我了 长得帅的 家庭条件好点的 我都不敢要 因为我都觉得那种人怕靠不住 我也没那么好看 然后我们家条件又不好 然后人家就介绍老何 当时我一见他 特瘦 你知道吗 话也不怎么敢说 我一看这人特老实 我当时就跟他介绍人说 我说就他吧 挺好 阿姨还问我 我说你喜欢吗 我说我喜欢 我真的没那么喜欢 但我觉得他保险 阿姨 王阳慧从来没跟我说过 你家这件事 我原来真不知道 我今天听你说这些 我觉得你真棒啊 去你的 我棒什么 真的 你现在就是老天爷 看你王彩虹这个女人 太好了 你就不能一辈子 跟着这样的男人 你就必须走出来 你必须离婚 必须找一个男人 重新爱你 不可能 什么叫不可能 从今天起 咱们俩就手拉着手 肩并着肩 一起走向美好的新生活 咱们俩把过去的事 一闭口笑 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咱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就干脆大跨步的往前走 怎么走啊 咱俩就组成个组合吧 什么组合啊 什么组合 ownlou 你听我的 同意牛依依是组长的招头 好 全票通过 哈哈哈哈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如果感到幸福就 呀 这是谁家的小美女 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 天使降临人间啦 你是哪喝那么多酒啊 我没喝特别多酒 喝了一点点 一点点 吃一点点 吃一点点 你怎么回来了 我就是想陪陪你 我想你了 我闺女想我了 闺女想陪我 妈 时间不早 你别闹 妈现在特别想唱歌 我想唱歌可不敢 你唱双手还好 现在 二十多十万 停 空缠了 现在几点了 我明天还上课呢 我闺女还上课呢 睡觉 别闹了 走 睡觉 睡觉 我告诉你 你妈呀 从今天开始 独立了 自由了 你妈就是 自由女神 妈就是中国人民 从此 站起来了 喂妈 我疼不疼啊你 不疼 没事 妈不疼 你妈 就是从哪儿跌倒的 从哪儿 爬起来 你妈在这客厅里跌倒 就在客厅里 爬起来 好 爬起来 我扶你进去 你别扶 你一扶我有点晕 别碰我 因为你一扶我 咱家的地 就往天上粥 你别动 别动 我扶你 我扶你 那你快进去睡觉 我走了啊 没事 好吧 我睡觉了 干嘛 我告诉你啊 你妈现在 就是 开心她妈 哭开心 什么意思啊 开心死了 快进去 睡进去 我睡了啊 你 你也早点睡啊宝贝 你明天上去啊 那我就等我好 我睡觉 嗯 晚安 拜拜 拜拜宝贝 拜拜 晚安 宝贝 你早点睡吧 拜拜 快睡 快睡 嗯 妈 妈 你干嘛呢 你不要哭了吗 他走就好了 你让他走就好了吗 淳衣 你彩虹姐这两天怎么没来啊 他打听那么多干嘛呀 这事情该打听了吗 你事做完了吗 看下来我就问了 他家里出那么大的事 他能来吗 你今天不来找我 我准备去找你呢 我还想着啊 你走之前 咱们怎么着也得见上一遍 怎么见我干什么呀 你好意思见我呀 小贵你先别激动 你看我跟你姐这么多年 你是了解我的多久 我不了解你 我以为我了解你 我现在发现我根本就不了解你 什么东西啊你 你看咱们都是男人 你应该理解我 你别以为我跟牛姨姨离婚了 我就能理解 一样吗 两码事 知道吗 你跟我姐多少年了 朵朵都要上高中了 你这叫抛弃弃子 你知道吗 这就是混蛋 我告诉你我要跟你一有孩子 我绝做出这种事来不 小贵 这话呢 你先别说得那么满 这带着孩子离婚的 还少吗 那你什么意思呀 你什么意思 你还有理了是吗 不不不不 以前啊 我也总听到谁谁谁说 离婚都是因为性格不合 我觉得这都是借口 可是我后来到了我这个年龄之后呢 觉得这性格太重要了 就我和小苏 她也不是小姑娘了 也比我想不了几岁 可我跟她在一块呢 就是很轻松 我跟你姐这么多年 你姐太强势了 我太压抑了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好 你现在没资格说我姐 你知道吗 我姐对你怎么了 对你怎么了 小贵 那牛依依 对你怎么了 你少往一块儿上 一样吗 这能一样吗 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了 这一次动完手术之后呢 我就要回云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家里的事情 就拜托你了 还有朵朵 也就交给你了 你是她舅舅 我交给你放心 这一天 我也实在是离这太远了 你干嘛呀你啊 基本上应该在那边 那边啊 你不会想让我玩这个吧 这个都小孩玩的 谁还不喜欢这个了 谁还不喜欢这个了 我跟你说有你玩的 现在我一想起来就兴奋了那个 快走快走 我的天哪 这不就是网吧吗 这全小儿子啊这网吧 你说咱大老娘们儿在这儿干 我跟你说这家呢 这地儿咱们都说通吃 我隆重向你介绍这款游戏 这是十年前 带我走出离婚雾霾的游戏 十年前就有雾霾了 那几天啊 三天三夜 我就跟他交接 我天什么游戏啊 让你这么交接 这个是一款跳舞游戏 你呢先注册一个号 然后你进你一房间 然后全是水球主 你就找他啊 你就跟他跳 跳好了节奏感一样了 他们就开始蹦心 这蹦的游戏越多 然后就说明你 心心相右 然后网络就开始问你说 哎 你俩跟他结婚吗 然后说你愿意嫁给他吗 你愿意娶他吗 同意 你买个结婚 还能结婚呢 看着不好 又跟他离婚 再找 那真人吗那边 真的啊 真的有那迷人啊 我给你注册一号 你叫什么名字 我想叫杨幂 感觉是大明星的名字 不行 对 那我就叫小哑巴 哑巴了你啊 小哑 没把他 这行 这名字吧 有点有关的 挺年轻这名字 小哑巴 然后进一房子 你要多少人 帅哥多少哥 帅哥 请给我来一两二十个尝尝 真行 是大张嘴啊你 二十个 人一房间一共六个 才六个 那行不行 先来六个 挺六个 行了 来吧 跳吧 我我挑一个跳舞啊 嗯 我挑这个 穿的好看 这个啊 你跟他聊吧 聊天 还聊天呢 可不是要不然成了 跟你跳舞呢 先先先加点了解 那行你帮我打 你一大字怪 他那个身家多少 又不是真的 你本身家干什么 你看你就跳舞啊 只有我跟他跳舞了以后 然后合拍了 才有可能结婚呢 我那时候为什么呀 那么痴迷这样 就是因为他能结婚 我选一个 我跟他跳舞 跳合适了 我就跟他结婚 结婚完了以后 我就把那个摔了 然后我就再找一个 然后再跟他跳 跳好了吧 然后我再跟他结婚 然后再跳一支 我再跟他离 我就结了离 离了结那一晚上 哎呦 完了我 三天三夜你离了多少回婚 我天哪 具体的我还说不来了 反正得有一百多回吧 哎呦我天哪 总之啊 完了以后 我就在想 这有什么呀 离婚有什么呀 太容易了 不就是离婚吗 哎大姐大姐 大姐 你赶紧跟我回家 真的我回家都地主去了 别闹了 我现在已经赴农了 我马上就能当上 小资本家了 姐 你过来看看我们同事写的篇稿子 嗯 你们同事写的稿子我看什么呀 你过来看看嘛 写王昭辉的啊 你别跟我提他啊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来劲呢 别跟我谎 谁光你谎呢 呦 呦 呦这还有照片呢 呦我姐不是怎么越长越帅啊这 长得帅你就看吧 这么多年我都看恶行 哎这旁边怎么还一女的呀 是不是你那助理啊 哎这俩人够嘚瑟的啊 跑一车前面来合影来了 呦这 新买的车吧这是 你看呢这太太高调了这 什么意思啊这俩人 你怎么知道新买的车呀 这这都新成这样还不新车啊 什么意思啊这俩人 你看我姐夫笑的这 哎哎 咱俩去丽江吧 干嘛呀 我跟你说丽江 嗯 是发生厌狱最多的地方 才不去呢都没进去 而且我现在对男人我告诉你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看见男人我就觉得恶心 那我去厌狱 你看风景 身边无恋人世上无风景 对 喂 嗯 说 嗯 不是不是 我不是跟 金子 小易姐七折 琪姐哪能七折啊 行吧 琪姐必须八折 我没事我先走了啊 嗯 琪姐那头发难剪 我跟你们说过了 对对对她又难伺候 有 你在这呢 好好好 要走啊 对 我姐呢 老地儿 沙发去 哎 姐 怎么了 姐姐姐 你说 你早晚睡得怎么样啊 还行 状态还行啊 嗯 没事吧 没事啊 那没事我跟你说件大事 出什么大事了又 你绷得住吗 不是又出什么大事了 我问你能不能绷得住吧 哎呀我 我有什么可绷不住的 昨天那么地 给那女的买了辆车 买什么车啊 甲克虫 三十多万呢 哎真的 提线车那配置全旗还加五万 这么有钱 我以为这什么呢 绷得住绷不住 我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 她自己有钱自己的钱 还花去呗 你还真绷得住啊姐 那行 那全当我什么都没说啊 我先回去了 姐 姐 我昨天晚上听你那一番话啊 我特别感动 我觉得你太不容易了 人老话说了 长兄如父 我觉得你就是长姐如你 你这我从小不是就学人家 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反正别人我不知道 我要是有这么一姐 我长大了 甭管有没有出息 甭管有没有钱 我第一时间我就是报答我姐 你弟呢 没见着泳泉吧 你滴个一两滴也行啊 一滴没滴 这还能不能给女朋友买辆车 你回忆回忆啊 从小到大 你弟弟给你买过什么没有 你就咱就说双袜子 头皮筋 你哪怕就给你家里添个筷子 添个碗什么的 他买过没有 他不是一直都穷吗 那会儿不都是你养着他吗 都是你的钱 他不不好意思 是 当姐姐的嘛 不舍得弟弟花钱 弟弟过好就行了 这无所谓 这我都很理解 可是他现在不是有钱了吗 而且现在还是个什么时期 非常时期 姐夫走了 扔下这么一个烂摊子给你 你现在多痛苦啊 你多孤单呀 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什么都没有了 我觉得你弟现在就应该说 姐 真的你别难过 你别害怕 家里有男子汉哪 真的这这房梁塌下来 有我这宽肩膀给你扛着呢 是不是应该这样 这道 道了 一分钱没给姐花 给那个女的弄辆车 我们去上海之前 姐你那辆车就晃晃悠悠 就就就已经不行了 老说要换要换 你弟是不是应该 在这种时期就说 姐 我给你换车 等你弟以后有钱了有出息了 我给你换房 咱把这些不愉快的记忆 全部在记忆中抛开 我觉得那个女的 也挺不是东西的 真的 我要是那女的 我就说赵辉 先别管我 别给我换车 先管我你姐 你姐现在不容易 你 这就是什么 一个王八蛋 找了另一个王八蛋 他就是一对王八蛋 给女朋友买辆车 真是 她怎么想的 她怎么想的 我这人你也理解 我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不是挑事 真不是挑事 你说我们俩把结婚这么多年 夫妻本是同龄鸟嘛 大难来时各自飞 这都可以理解 可是你不一样 你们俩有血缘关系 你们俩是亲情 你从小这么辛辛苦苦 给她带大 她这么对你 我真是看不过去 我觉得你现在这样 她给那女的买车 她就是往你的伤口上 又捅一刀 你留没留鞋 留 我都替你挖挖流鞋姐 其实我说这么多吧 我就是挺心疼你的 挺替你冤闹的 我觉得这么多年 你辛辛苦苦 咱俩钱不容易 以后啊 别往那贴了 你说真要你弟花了吧 也不冤 你弟傻啊 都贴给你女的了 有钱自己攒着 对自己好点 给自己多花点 清清没 行了 我走了 哎哎 马去啊 我回家啊 你先别回去呢 你先别回去呢 干嘛呀 我绷不住了 注意气质 不是 你上这儿干嘛呢 我还要能干嘛呀 买 车呀 对呀 哎呀你悟性太高了 一点就通 当然了 我一想 老公不给买 弟弟不给买 男人不给买 自己买 没错 你又不是没有钱 对 就得对自己好点 女人嘛 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 太狠 你好 二位 需要销售顾问吗 不要不要不要 让洪总自己逛 好吧 好 你这黑的怎么样 太老气了 精力 哎 哎 哎 这怎么样 X3 这好看这好看 这颜色好看啊 对 这颜色更高级一些 你好 我是这儿的销售顾问 我叫王超 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那个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这车 好的 这个车呀 是我们今天最新款的 宝马X3 新型热野车 它是四轮驱动的 X3 对 然后这个车呢 也是我们为数不多的 那么几台红色内饰的 热野车 你可以看一下 红内饰 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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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盆那个小龟 盆那个谁买的呀 怎么样 高一点呢 才高一点啊 高一点 那可不行 我必须买高很多的 对呀 要买就买比它贵的 比它高很多的 高了高的 高了高 那个我们再随便看看 好的 哎 呀 哎 这车好看 好看吗 这太帅了 你能上去吗 可以啊 你可真吵 眼光独到啊 特别帅 来 帅 顺着新潮 哎哎 弟弟 这车多少钱 七十三万八 怎么了姐 太便宜了 是不是 这什么也太贵了 什么叫贵呀 你这么想 你那点钱呀 搁银行是数 搁家里是纸 只有花出去才叫钱 花出去啊 嗯 但我这心里有个疙瘩 有疙瘩 解呗 怎么解呀 花了不就解了吗 真不错的车好 哎呀 哎呀 看这小车 太漂亮了 这俩 太眨眼了吧 不就是为了照眼吗 是吧 艾姐 嗯 你现在啊 只需敞开你的内心 嗯 你就面对着它 嗯 你好好看看这 你把这眼镜换换 这瞎不忽眼的 我给你拿着 哎 你好好看清楚了 你如实回答我啊 嗯 你看着它 哎 漂不漂亮 漂亮 喜不喜欢 喜欢 买不买 买个 alternate 第二 的 对 多 后来 kenntown ado 一 次 lever ata 喂 你 你干嘛呢 什么事啊 怎么这么大风啊 你管我在哪呢 我在飞机上呢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我是好好说话呢 怎么呢 不是 我是觉得呀 你看你要有时间的话 咱俩出来坐坐聊一聊呗 咱俩这都离婚了 有什么好聊的呀 不是 你先听我说完 我是觉得 就咱俩离婚这事吧 我确实考虑自己 考虑得太多了 我听不见 喂 大点声说 我是说呀 咱俩离婚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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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吃饭 忽然忽然 不吃恨啊 这么大一桌子菜 别转了 都让你转晕了 谁买单呢 能谁买呀 当然是我了 天啊 我天啊 这不 看你这么大 吃了啊 不管你了啊 不吃 甭管我 拿呀 拿紧 我不吃 我真不吃 我给你们点的 我怕胖 我现在太胖了 我都没腰了 我必须得减肥了 我都没腰了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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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开吃了 管它呢 什么胖啊 开吃啊 人吃了就胖了 真是 不管他们那么多呢 你把里头在楼下 哎呦 天哪 哎呀 哎呀 好吃吧 真好吃 真好吃这个 吃海鲜不是小肉 吃吧 嗨 邢医生 那您先去吧 您怎么又来了 什么叫我又来了 我不能来呀 可以 可以 我今天找你 我今天找你是有公事 什么事 我想约你写篇稿子 有关整形方面的 我不是负责文化时尚版吗 写稿子 你不会不帮我吧 小灰啊 我是真心不会写什么 那个文章 你就不要为难我了 又没让你写别的 你就是写一些 整容方面的知识啊 你该注意什么呀 随便 随便写 写什么都写 随 随便写 那你就好好写啊 你最好报个料什么的 报料 报什么料 比如哪个公众人物 在你们这整过容 哪个明星都动过哪儿什么的 小灰啊 这原则问题 原则 我们答应过顾客的 不能把他们的资料外泄 我们也答应过医院的 不是让你真爆料 就是科普一下 再说我也不会白让你 帮这个忙的 什么意思 你帮我把这篇稿子写了 我跟我姐呢 给你砍砍价 怎么样 她收你钱收太多了 我跟你说不用啊 不用你那么好心 你姐值这个价 再说了你姐开了价 我得表示诚意吧 你随便砍价干嘛菜市场啊 我需要有一个人 帮我打理造型 教我怎么买衣服 邢医生那你 平时买衣服什么的 都是自己吗 那不自己买 谁帮我买啊 那你家人啊 你女朋友 你爱人 对不起啊 那个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情况呢 我在这儿瞎说 我就自己现在一个人 这就是我情况 好 我不是故意打听你的隐私啊 咱们怎么就聊到这儿来了 没事 没事 这也不算这么隐私 没事 那咱们说正经事 那个文章 你真的得帮我好好写 你是专业人士 好吧 好吧 我 我派给你了 好了 谢谢 谢谢 我就想想怎么写吧 好吧 好 你回头 这怎么样 给肚子啊 给肚子啊 什么给肚子啊 我啊 试一下吧 这个体肚器的颜色 多好看啊 大码头 我输码的跟我特合 你觉得这个好看啊 出去别说认识我啊 真的我这脚都疼得不行了 咱们别逛歇会儿行不行 我真的有点逛不动了啊 坚持吧 我真有点坚持不了了 那休息一会儿行吗 那休息一会儿 那么多事啊 那不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分钟啊 行行 一分钟休息一会儿 说好了啊 一分钟啊 待会儿咱们还得逛三楼呢 逛完三楼逛四楼 四楼完了五楼 我今天一定要你充分地享受一下 随心所欲的感觉 你还别说 这随心所欲还真是挺舒服的 你说咱随心所欲 想干嘛干嘛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没错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没错 一会儿咱就让那些男人们看看 怎么的 离得他们不能活呀 是是 就非得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是不是 你看咱们这女人 自立 自强 不惜 咱自己养活自己 不靠男人 对不对 咱们就 那话怎么说的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真是 好好啊 这么的吧 咱们仨就飙在一块儿吃喝玩乐 咱干脆失忆不找了 怎么样 怎么样 咱不找了 咱不 三年之内吧 咱不找了 三年 你行吗 三年 我选 他选 你选不选呀 我 我当然不选了 你选不选哪 你都不选我选什么呀 那就完了呗 那是什么呢 去拉钩吧 拉 拉就拉呗 三思而行 三年呐 三年 就三十年 我都敢跟他拉 来来来 赶紧来来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随便 出发 哇塞 你们快过来看 红姐 你今天太霸气了 是 哇 太帅了 是呀 干活去干活去 这大惊小怪 快点干活去 干活去 干活去 这皮子干活没见 这皮子干活 这皮子真漂亮啊 那皮子干活 这皮子干活真漂亮啊 那皮子干活 那皮子干活 赶紧干活 干活慢了 赶紧干活 包子 那边车等你啊 好好 太帅了 太帅了 门口那新车 谁的 我的 新买的 对啊 行了 有钱的 当然有钱了 将来我挣多了 我还准备买飞机呢 好 买飞机 买飞机 咱保证书那事 你到底写不写 过去这么多日子了 黑不提白不提了是吧 赵哥 您能不能不再欺负我了呀 您说有您那么不讲理的吗 有让人写这保证书的吗 你给我写一我看看 这都算欺负妇女啊 好好好 哎呀 不写不写吧 我瞧你现在活过来了 也不会寻短见了 对吧 可是房租的事 咱们必须得说的 你看我一来二去啊 跑了这么多趟 你怎么也得给我点面子 一平米 涨两毛钱怎么样 赵哥说实话 我还真想给您这面子 您这一趟一趟跑 我真是觉得是挺不容易的 但是呢 别说两毛啊 就是两分钱 两厘我也没法给您涨 因为这事不合理 这事要是合理 别说两毛钱 就是二百块钱每平米 我都给您涨 觉得我没说的 我跟您说啊 就是房租这事 咱们不再聊了 一趟一趟您也怪麻烦的 咱就到此为止 好吗 再见不远送 好啊 有钱买车 没钱涨房租 拜拜 看点啊 看点地板 哎哎 满房 这能挂得住吗这个 人家专门挂电视的架子 结实着呢 可以吧 放这儿 好 你们俩车 这么多放这儿 慢点慢点啊 好 放了 请坐啊 王总 请坐啊 王总 行了啊 这下你踏实了 以后好好干活 这感觉 我看看我看看 站好去吗 摆个姿势 太棒了 我看看我看看 有点凸啊脖子 你就跟我待久了 这审美就是有所提高 确实 差条丝巾 对不对 你看啊 从今天起 咱们这么一刀似 给我牢牢记住 打劲儿起啊 嗯 你不再是王彩虹了 知道吗 那我是谁啊 老妃啊 太棒了姐 你要穿这身去解赌 人家肯定以为 你是她姐 来了 哎 真的姐 咱再搭一个 冷色系的试试 哎 你带给我找 我跟你说 必须的搭冷色系 我觉得能酷一点 这一条 和这个感觉 哎 这 这条就得配这个 思念的 十 마음 从他身份的 寂静的夜里 沉默的梦里 流浪的行李 留向哪里 爱是什么 爱怎么了 爱到哪儿去了 你知道吗 远远地看着 紧紧地念着 小小地盼着 缓缓地等着 短短地举了 远远地散了 孤独的灯里 迷茫的眼里 谁可以留在这里 爱是什么 为什么爱呢 我想和你走下去 从没想过要分离 温暖 温暖 早已躲进了 回忆 房间只剩 冰冷的空气 我多想再拥抱你 可我们早已回不去 扎在你的心里 是否有意 一晃而去昨天 愿再见你 假在你的心里 是否有意 一晃而去 一晃而去昨天 愿再见你 你 对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干什么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